好,我们来进入第九题 A等于6.88乘以10的5次方 那B等于4.5乘以10的6次方 C等于7.2乘以10的4次方 求A加上B之后减掉4乘C OK,基本上看到这种题目呢 大部分的孩子就说 哇,数字这么大 对不对,数字这么大 所以你就会出现一个很惊讶的表情 所以这种提醒其实 只是跟前面的样子 一模一样多了一点 长了一点而已 做法永远都一样 记得加减法不就是跟着老大吗 OK,所以这个就叫6.88 乘上10的5次方 加上这个叫4.5乘以10的6次方 扣掉,记得哦,4乘C哦 4乘C是472842的8 所以它叫做28.8乘以10的 4次方把它换成标准的样子 所以它叫做2.88它除以10倍 那后面那个你就要乘上10倍 会叫做10的5次方 好,再来 我说大部分的提醒加减法 你都永远记得跟着老大 OK,跟着老大 所以你要跟着老大 也就是10的5次方 10的6次方 10的5次方 同样都先跟着谁 6次方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先都跟着6次方 所以这个会叫做10的6次方 乘上10倍它就除以10倍 叫0.688 加上这个不变 4.5乘以10的6次 扣掉这个 它也要变成10的6次方 那就叫做0.288 有没有变简单一点 OK,目前有三组啊 这三组都有10的6次方 所以我把10的6次方 提出来 其他的在里面厮杀 怎么解 0.688扣掉0.288 会得到0.4 0.688减0.288 会得到0.4 0.4跟4.5加起来 好,我再把它写起来一下 4.5会加上那个0.4 所以最后的答案 就叫做4.9 乘以10的6次方 好,很简单的一提 你只要怎么做 你只要把 它们先换成老大的样子 同次方 同次方去提出来10的6次 里面去加加减减 答案就出来了嘛